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如何再会来面对这个学校 请还给我们说话的权利 我要说话 我要说话 我需要他了 然后台队大也需要他了 不要调 反对冬季城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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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办法代表董事会发言 我们碰到了经营上的困境 我们就一直思考怎么样维系 这样一个媒体的生命延续 在仅有的预算之下 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 缩减解割 我们也没有报告收入 在三月底的时候 破报跟立报都很临时的 被学校告知说 因为要大幅的删减预算 所以破报就在三月底的时候 就宣告停刊 那立报呢后来也就公告了 要四个月的停刊 然后转型 删除了包括劳工版 性别版 族群版 这些很有特色的版面 据我们了解 就是从四星大学的董事会 他们由上而下 独断的专行 学校的理由是说 因为今年动涨学费 财务出了状况 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学校呢说没钱 然后说要涨学费 结果动涨了 学校却反而要来猜测 这样子的媒体 然后说预算太少了 然后我们同时发现 董事会的支出预算 是每一年 每一年都在增加 世新目前的状况 是绝对有能力 再继续支持 挹注资源 在台湾立报社 这样子具有进步性 公共性的报刊的 董事会这六年来的支出 是逐年的上升跟扩编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在上升的成长幅度达到200倍 200%有三倍 今年的预算呢 就达到1000多万 学生老师跟员工啊 根本都不知道 世新的董事会有哪几位 然后目前我们知道有三任的专任董事 每年支领上百万的津贴 那这些专任董事到底是谁 那钱是怎么花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交通费啊 平均这六年都要上百万 那今年的运算 甚至扩编到了350万 那我们要问到底钱是怎么花的 世新董事会能够这样子 任意的把利破坏当作私家的财产 然后3000堵住 那他日呢 他一定有可能会删减 其他没有牟利空间的教学研究机构 那跟包括的是说 他可能会对于世新的受负者 都会片面的 有恶化他们的劳动条件 反对教育市场话 反对教育市场话 反对教育商品话 反对教育商品话 我们要再出这个本市会 世新存在你家的财产 世新这样的媒体 也不是你个人可以这样子独断决定 要倒就倒的 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帮忙 我们破报的员工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被迫停摊的事实 我们谴责董事会决策黑箱 停摊的过程非常粗糙 而且违反自信额预算执行的原则 破报 我们知道破报虽然是世新大学的附属机构 可是我们近20年来 坚持报导主流媒体 闲少关注的弱势社会议题 青年的艺术知识表现 品味还有社会参与等等 破报的延续与否 为什么可以由董事会片面开完会之后 就决定强迫停刊呢 而且为什么董事会没有对员工说明停刊的理由 仅是由社长片面告知呢 是因为我们今年200万的亏损吗 我们的业务部 大部分的同仁 他们都已经有10年以上的资历 权益受损非常深 我们必须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恶性官场 破报不是经营不善 无法负担严重亏损而倒闭 我们过去多年来 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那近几年来 亏损的幅度大概在100多万到300多万之间 所以董事会 如果因为这200万的亏损而决定停刊的话 就像刚才 劳群小组的久婷所说的 他们如果因为这200万的亏损而停刊 那为什么他们董事会自己的预算 反而6年来可以连续增加200%呢 为什么去年预算700多万 今年又可以增加到1100多万 而且增加的项目大部分都是交通费 人事费业务费 难道他们觉得出去吃饭 出去出差坐车或者是业务费 这个部分比一份另类媒体的公共价值还要重要吗 世新大学的所有收入来源 有高达七成是来自学杂费 那高达七成的学杂费是来自学生 难道学生对于董事会的预算如何使用 完全没有发言的空间吗 前世伯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他有强调说 私立学校创办人必须组织一个董事会 不能视学校为个人私有 那我们今天的行为 今天学校董事会行为算是什么呢 这个所有的报纸里面围堵就只有破报跟利报 是完全没有商业利益的考虑 他敢写他想要写 他可以去报导没有一个报导 他去报导性少数 去报导外导 去报导少数的地下的音乐 哪一个报导做到 是世新大学的骄傲 是我在商科的过程里面不断引用的 这是一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媒体的一个逆流 是一个进步的逆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世新大学才专门具有大型的价值 大型的精神 这个大学的转变 现在这整个往商业行为去走的转变 不仅仅是在这个私立大学里面 在公立大学也是如此 那私立大学尤其严重 尤其严重 我一直以为世新大学能够抵挡 这样的一个洪流 一直能够抵挡这样的洪流 那是非常可惜的 非常可惜的 在地暴跟破暴这件事情上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我希望董事会 你不要觉得地暴跟破旦 是你的负担 你不要觉得地暴跟破旦 是你财政上不可承转的负担 相反的 为了大属价值 为了媒体在资本主义下媒体的新的价值 你要抱它 你要在更多的职业去益处它 让它能够更茁壮 更成长 这种东西当然是少数人看的嘛 因为它是少数人看 因为它要坚持它的理想 它才是少数人看的 要不然你要办什么 你要办个苹果日报吗 你在大学里面办这种报纸吗 没有大人嘛 所以我希望 非常诚恳的希望 董事会跟校方 要收尾 重新去考量 我想我来 我只能跟你们说明立报的事情而已 因为我没办法代表董事会发言 其实我们对立报都非常的支持 可是立报 它在经营的时候 一直碰到某一些 因为露西这个人很喜欢挑战自己 路线之争 然后也碰到说 这个平面媒体怎么办 所以你们知道政大的大学报 为什么到这个学校变成王立报 立报其实一直在挣扎这个问题 我们也在思考 这个在转型 所以目前来讲 立报的那种未来 其实它还在讨论 所以这一点我想要跟你们讲 就是说立报的整个的转型 还没有完成 还在讨论 我们在 在仅有的预算之下 我们能够选择的字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缩减几个 我们并没有广告收入 那我在我这三个单位里面 都缩减几个 你们可以听我讲完吗 对不对 什么就对不对 没有任何收入 我说广告收入不够支援整个整体支出 我们有查过 听我讲完吗 好你先说 破报的广告收入也是整个台湾立报收入的一部分 整个破报的支出也是台湾立报支出的一部分 它是三位一体的嘛 它是在一个叫做一个号码 就是一个劳保号码下面的所有的人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有这么多钱 我要做这么多事的时候 我们在商量的结果就是 因为破报本身 资讯式的 或者一节式的 有很多东西都一直 很明显的网路上的影响力 比纸板来得大吗 这是事实吗 我们要讲说专任董事呢 他每年的交通费有上百万 那是两件事 每年到350万 这么多交通费 这么多交通费 他不能够来到世心来面对我们 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不能接受 董事会的支出 拿的也是学生的学费 却从来没有因为说洞涨学费 而决定要删减董事会的预算 预算就是年年都在增加 你今天却在告诉我说 破例报因为没有广告预算 支付付出所以就应该要删减预算 我们也希望 对不起 那为什么董事会不删减预算 那不是我的指导 董事会为什么 董事会出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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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刚刚问你诉求自家 我们可能请校长你回去休息 我们要跟媒体报告 我们联络董事会的时候 就是要求董事会出来面对 不是说别人